科学围绕你我他 每天学习了解他 我是火箭叔叔 如果我们把手放在自己的左胸前 一定能够感觉到胸膛当中 有一个扑通扑通不停跳动的东西 你肯定知道它是什么 对了 它就是我们的心脏 我们常常形容心脏就是人体的发动机 这一点都没有错 就像是汽车开动需要发动机提供动力一样 我们人体想要保持健康活力 也是需要心脏来提供动力的 心脏能够推动血液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循环流动 把氧和各种营养物质 疏松给身体里面的各个细胞 同时也带走这些细胞代谢所产生的垃圾 比如二氧化碳尿素尿酸等等 从而帮助他们维持正常的代谢和功能 所以心脏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 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 跟你拳头大小差不多的心脏 稳稳地躺在受到严密防护的胸腔之内 来不得半点闪失 不过这个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 有的动物可不止一个心脏 比如章鱼 鱿鱼 它们就有三个心脏 切开章鱼 鱿鱼的身体 其实学名应该叫做外套膜 在它们的内脏之中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三个心脏了 其中之一和我们人类的心脏一样 可以向全身输送血液 这个心脏叫做体心脏 从体心脏输出的血液流进全身后 会流到腮部 并在这里完成补养的操作 于是为了让血液顺利的流回腮部呢 章鱼和鱿鱼还长有两个腮心脏 它们的作用就是把血液送入腮部 这样一来一个体心脏加上两个腮心脏 一共正好是三个心脏 那么拥有腮心脏会给章鱼和鱿鱼带来什么样特别的好处呢 假如只有一个体心脏的话 不管它们有多强壮啊 输送到全身的血液 在流回腮部的时候 血流的速度也会变得很慢 但是有了腮心脏 就像是增加了加压泵一样 让血液加速流回腮部 从而使更多的血液在腮部得到氧 然后再经过体心脏 把这些富含氧的血液输送到全身 鱿鱼和章鱼的活动能力 当然就变得更强了 既然心脏好处这么多 那我们人类为什么不多张几个心脏呢 这是因为我们身上的一切器官 都是净化经过精大细算得来的 我们的一个心脏 正好匹配了两片肺液的通气量 和全身4500到5000毫升的血流量 要是心脏增加 就得要肺液增加 然后血量也要相应的增加 最后为了支撑起这额外的体重呢 骨骼和肌肉也得要增加 就这样无休无止的相互增加上去 你看还有个人样吗 所以要明白啊 生命是一个精密的系统 每一件零件都与别的零件紧密关联 可不能顾此时比哦 最后我再考考你 既然章鱼和鱿鱼的身体里面 也是有血液的 那么它们的血液 跟我们的一样也是红色的吗 其实啊它们是蓝色的 这是因为蕴仔养的蛋白不同导致的 我们人类血液中蕴仔养的蛋白 是红色的血红蛋白 所以就是鲜红的血液 而章鱼鱿鱼一类的动物呢 血液中蕴仔养的是血蓝蛋白 所以它们的血液自然呈现出蓝色了 那么你还知道有哪些颜色的血液呢 它们又是属于哪些生物的呢 留言告诉我吧 这种血液 在最疯独 Baby Awesom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